抓紧时间呢 朋友们 那么我构立一个简单的小图 就是也能不能看清 各位也不知道 比例差不多 就是这个形状的 把构图 底下是芭蕉叶 上边是两只锦机 它落在一个怪石上 这么构图 然后左上角的T款 就这个比例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比例 能看到吗 抓紧劲呢 现在人数还不够 现在多少个 二十人才啊 二十人 这个旋纸稍微薄了一点啊 是在网上买了一刀 三十的 我先往上串一串啊 先把芭蕉叶子画出来 让它先干着 然后再画上面 构图呢 就按照基本上按着这构图画啊 大家看一看这构图 看不清 就是我就是高坦素笔啊 简单那么勾巴勾巴啊 啊 左 啊 左下和右上啊 左下和右上啊 这个就放一边了啊 拿一支中白云笔或者大白云笔都可以啊 先把芭蕉叶的煮叶金先画出来 煮叶金 煮叶金啊 煮叶金啊 颜色呢 就用墨就可以啊 这样的比啊 画煮叶金不能画一条线啊 中间要断一下的啊 中间要断一下的啊 大家看手法啊 好 这么画啊 然后 这是液金啊 这是啊 下垂的啊 啊 这么一个一粒金 再画第二个啊 第二片的啊 第二片在这儿吧 这个地方要和它顺下来啊 这儿看流出叶笔 一会儿染色点 大一点啊 啊 后边的虚一点啊 整个的整个的这个 芭蕉叶啊 是一个这样的构图啊 是这么一个构图 占了这张纸的二分之一在底下啊 上半部分啊 上半部分啊 上半部分 画鸟了啊 画鸟了啊 二分之一多的的啊 再二分之一多 四分之三的的啊 画完了以后 啊 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啊 画完了以后 拿这个大笔 调绿色啊 调绿色 老绿色 藤黄加上太清兰加墨 笔度最好带一点折食啊 笔度最好带一点折食啊 笔度最好带点折食啊 笔度啊 笔度带点折食啊 笔尖再调点折食啊 笔尖再调点墨 слова 一般来说 水分一样的失忠啊 不低的就可以啊 不低的就可以 也不能太太多 太多了阴阴阳的事了啊 下边能不能看见 我看着 我开始走笔了 侧风走笔 适当的带点肺白很正常 然后添点水分 添点水分 再接着调一调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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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再画上线 画上线 转一点 这边要小 侧面要小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适当的留点缺口 适当的留点缺口 啊 先不勾液金啊 稍等一会儿再勾液金 太湿了 再勾里边的 里边这片 里边这片啊 里边这片呢 稍稍让它淡一点 稍稍让它淡一点啊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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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飞白带起来更好啊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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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边这个 最上边那个 最上边那个 最虚一点的啊 它是个侧叶 露一半 虚最好啊 可以了 这挡一下滑一下了啊 这个时候 占浓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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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勾液金 液金勾得要快啊 要流畅啊 又有宽 又有宽又有宽 再来 勾出液金更美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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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宽幼仔样的 好 感谢观看 勾里边这个 里边的前叶子 勾法一样 就是这样的 蹭刺不齐 啊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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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话 大胆落笔 多一笔少一笔就没关系 画出来不要紧 感谢观看 还有一种画法是提前把什么 把这个叶金呢 主叶金和小叶金都给它勾上 勾完了以后 干了以后呢 再往上涂颜色 也有这么画 有这么画 今天我就换一个手法 先上颜色 后勾金 让它有的地方深 有的地方浅 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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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这我再处理 这个纹有宽幼崽样的 画完了这个以后 画完了这个以后 感到呢 这个叶子呢 没有别的或者画点竹叶点缀一下的 或者画点小花点缀一下都可以 那么咱们就给它画个竹叶 在哪个位置画竹叶 那么它的叶子种 那么叶子呢我想画什么 画红种叶 或者叫猪沙的 猪沙的 这个颜色啊 画竹叶子也是功夫啊 我画竹也不过关啊 有时候画多了就容易乱 那么这块是大部分留白的地方啊 我准备在哪儿呢 我准备在哪儿呢 在这个位置上啊 在这个位置上啊 穿出点竹叶的啊 没干我怕它 这个大拔就要大家会了吧 这样 一片毒液 记住了 不得一定要它一个颜色 一定要有深有浅 浅的话怎么办 最后再找一遍 如果你调好以后 一笔到位也行 一笔到位也可以 最好呢 要得有厚度 要得有厚度 分字啊 第一笔出笔的时候啊 我就在这画一个啊 一定怎么的 提上去 你看着啊 各位 压笔 出了一个 这是一片叶子啊 然后呢 再出现一个短的啊 这三片叶子 就个子儿嘛 但是画的慢的不行 画的慢的容易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而且还有大有小的 你看我穿下几个小的在 让他灵耳不乱 让他灵耳不乱 这长距离不像你一样 那 破一下 这两句就可以了 不要再舔了 再舔又乱了 我看咱们有的同学 也在尝试着画毒了 千万不让他乱了 既平行 既平行 既乱 有粗有细 有大有小 然后再穿着一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干净 行了 这块啊 割点红烛 这样的颜色就跳出来啊 那么这一个地方割 这块也要割这块啊 留白这块 完了这块 那个有一点就行了 还不能堵死啊 堵死不好看了啊 这块是 这块是 有点可以了 不能太多了啊 我没想到这个地方了啊 这块是 这就行了 有些叫竹叶 在 跟着走 这边呢 穿上几个杆也可以 小租姐看不出来就那么地了 没关系 这块先不动它了 先不动它了 然后我准备往上画 画什么 画两只锦鸡 锦鸡呢 咱们同学在尝试画 画的不是太多 但是呢 有的同学说 老师多给画几个样子 我们参考参考 这次呢 参赛呢 我们拿出最 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来 所以说我也在帮助大家开阔构图思路 拿出最佳的作品来 向家人汇报 向自己汇报 向欺碰好友呢 展示 展示 我下面开始往下挪了 画两只锦鸡 画两只锦鸡 落在石头上 落在石头上 换笔了啊 拿中白云笔就行 中白云笔 有的同学呢 拿小白云的 或者不点的 太细了也不行 太细了也不行 水分要刮干 水分要稀干 千万不样的阴 千万不样的阴 我这纸薄啊 这个宣纸薄是三尺的 画锦鸡呢 颜色很新艳 锦鸡呢 长得很漂亮 长得很漂亮 那么我下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招色 怎么画曲线 能看见吗 这个啊 各位 能看见吗 这个啊 各位 我细一点画了啊 大家能画的程度 尽量画程度 尽量画程度 尽量画程度啊 我细一点画程度 尽量画程度 尽量画程度 尽量画程度啊 我细一点 尽量画程度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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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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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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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 业海人 再1 2 3 3 4 5 5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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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0 9 18 换笔 尾巴干的差不多了 画它的尾巴的斑纹 画斑纹吧 很好画 就像那西瓜皮 画西瓜那西瓜皮 给它有粗的有细的 断断续续的就出来了 没有固定的 就要好看就行 但别的画得跟起影板 都一边起就不好看了 用重墨 用重墨在这个位置上 干杯干杯 千万不能阴 一边进去费了 对 即使我突然这样 或者快出тер 断 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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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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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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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